当人工智能学会思考,人类还有什么价值呢? 这不是一个哲学的问题,而是我们这一代人正在亲眼见证的现实 在短短几年间,人工智能从协助工具变为潜在主宰的力量 说出这句话的正是人工智能之父,Jeffrey Hinton 他就是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和内神经网络的电机者 亦是今天我们用的ChatGPT诞生的关键主导者之一 而当这位曾改变世界科学家选择离开Google 只是为了警告人类,AI可能会毁灭我们 他在2023年离开Google后重返学术界 作为多伦多大学的荣优教授和Vector Institute的联合创办人身份 继续研究和公开探讨人工智能的风险和伦理 Hinton 的一生见证了人工智能从理论走向现实 他也见证了知识如何在资本的驱动下被迫加速 在众多谈论AI的声音中,coaching为Hinton 的立场 格外值得我们聆听 他不是企业家,也没有投资人的压力 所以他说的并不是公关式的园景谈话 他是一位学者,一位77岁的诺贝尔得掌人 在思考人类命运的研究者 Hinton 的一生追寻的不是权力或财富 而是对智能本质的理解 他属于那一代仍是相信知识的价值在于啟发人 而不是取代我们的 当整个科技世界增双竞逐,追逐市场 他就选择离开了这个权力的中心,回到最基本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让机器去学会思考呢? 这种来自知识为目的,而不是利益道向的反思 正是我们这个年代最稀缺的声音 所以今集 Coach 和大家分享 听听这位人工智能支付的警告 在这个资讯爆炸时代 我们似乎知道得越来越多 但是却好像越来越不懂得思考 如果你也关心 AI 时代之下 人类思维的未来是如何 记得订阅 Coach 一齐守住人类智能的最后防线 AI 失控速度 对 Hinton 的解释 问题有两个 第一,能不能让 AI 放慢脚步呢? 第二,能不能确保它最后是安全的,不会毁灭我们呢? 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的语气是平静,却是无奈的 他说,我不认为我们能让他的脚步慢下来 因为各国之间存在竞争,企业之间也在竞争 这些竞争只会让一切更加越来越快 例如,如果美国放慢脚步,中国也不会停下来 而每一步的加速都可能让人类更接近失控的临界点 AI 安全和人性矛盾 Hinton 提到他一位的前同事,Elia 仍然相信 AI 是可以被安全地控制的 Hilia Sascava 曾经是 Hinton 的学生 更是 Open AI 的联合创始人和首席科学家 Hinton 说,Elia 确实相信这一点 只是他不会告诉我们他用什么秘密的方法 但投资者相信他 Hinton 的语气中带着一丝的惆怅 因为他深知这位天才也是因为安全的问题 在2024年选择离开 Open AI Hinton 说,Elia 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 这就是关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在这场科技革命中 有些人仍然坚信善意和智慧,足以纯服 AI 但更多人怀疑,这场竞赛 是不是已经不是人类能完全掌握的游戏呢? 工作消失的时代 Hinton 说,过去在历史上的一些新科技 未曾造成大规模的失业 例如自动提款机出现,银行的Tella都没有失业 只是转向更有趣的工作 但他认为 AI 是不同的 这次他所取代的是人类智力的劳动 他可以让一个人配合一个 AI 助手完成十个人的工作 看来好像效率提高了 但实际上公司只需要原来十分之一的人力 他又再举另一个例 他说他的侄女之前是替医疗部门回复投诉信 一封大概要花25分钟 现在他用 Chatbot 5 分钟就完成 他的工作效率提升了5倍 这也是同事意味着他那个部门只需要原本五分之一的人手 在某些领域,AI 可能让人类提高效率 但在更多领域,AI 的高效率就变成很多人类的永元 如果你希望学会在 AI 时代思考,不被取代,也不被困住在这个恐惧之中 请记得订阅 Coach,一起学习掌控思维,重建人类的竞争力 从肌肉革命到智能革命 Hinton 说工业革命取代了人类的肌肉 但 AI 革命正在取代人类的头脑 他说,在这样的世界,或许很短暂的创意 就仍是属于人类的 但所谓超级智能,Super Intelligence 意味着这些系统最终都会在所有方面都超越了我们 他停一停,语气很冷静,但令人不寒而律 他说,当那一日来到,或许人类将会什么都不再拥有 我们以为科技能让生活更容易 但正如Hinton 的警告,方便和控制 从来都不一定同时存在 权力幻象 Hinton 用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比喻 想想一间公司,有一位很笨的CEO 真正让公司运作得好的是他身边的一名聪明秘书 他一下命令,秘书便可执行一切 他觉得自己完全是掌控全局 但有一天,秘书开始考虑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这个老板呢? 这个不只是企业的预言 而是人类和AI的权力缩影 当机器开始替我们思考的时候 我们说他已经失去了思考的主导权 超级智能和一个数码的永生 Hinton 解释,AI之所以强大 因为它是数码 它可以自我复制和同步学习 两个相同的神经网络可以分别学不同的东西 然后它们就交换所有知识 它们每秒交换的资讯量是人类语言的十亿倍 人类死后,知识也随之消失 但AI不会,它可以重新延续甚至进化 所以它们确实已经是一个不漏的存在 Hinton 的声音让人感到有一种冷静的绝望 他不在谈及未来的幻想 而在描述已经发生的现实 人类的未来 Hinton 最后说 我今年已经77岁了 很快就会离开这个世界 我最放不下的是我的小孩 我的侄女和他们的下一代 我不敢想象他们的未来 因为那个未来可能非常可怕 Hinton 的忧虑不是来自恐惧 而是清醒 他花了一生一样机器学会思考 他在晚年开始质疑 当人工智能真正学会思考的时候 人类是否还能反思呢? 如果你相信真正的思维是来自内在的醒觉 而不是外在的程式 请订阅 Coach 让我们一起在这个被资讯淹没的时代 重新学会思考 我是 Coach 下次见 即将车和声音计 在这里 如果我们来跟我 quickly 教授 李轿 举